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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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想到这样的作品 因为我们两个不是属于长得高高的帅帅的美的 然后我们 所以我觉得我们好像爬楼梯团队除了 修楼梯不是爬楼梯 对不起 老是爬楼梯那爬去哪里啊 我记得越爬越高嘛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是除了奶球和袋鼠 其实是隐藏的这种很逗逼的两个兄妹 父女 而且我还挺喜欢她们的这个表现 我是觉得好开心特别开心 然后我觉得两个人好会演 不你老婆现在看你这样我估计她也挺头痛的 我觉得其实我担心因为我怕除了有腿毛啊黑指甲啊 然后我女儿看到万一就觉得这个爸爸怎么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对 然后以后儿子看到了之后 他就觉得哇爸爸你怎么演一个女女孩子 我还是有担心 不过我觉得为了快乐吧 哈哈哈 涛哥呢你觉得 哎呦 哇 特别有创意 不错啊 这彤彤就挺不一样的 你看在海选的时候 因为彤彤给人的感觉很像学校的主任 对不像是跳舞的 但是真正一跳起舞来 你不觉得很像学校主任吗 你去考试的时候没看到这样的脸 发考卷啦 准备考试啦 没有没有 超像的啊 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配合的很好 你们用很多的口白 用很多的音乐去做一些搭配 而且加上你们这一生的舞蹈的难度是加倍速度 去做很多lucky的一些动作 虽然我都知道你们接下来干嘛 但是我还是会笑 代表你们今天已经成功了 因为我很少被逗笑 但这个舞台毕竟是很残酷的 所以 我要选择的是 首先我很肯定我自己的实力 我们两个各有特点 选谁 我觉得都是对的 我已经感觉到了一种危机 我有祈祷 希望 可以保佑我能够留下来 千禧你会怎么选 嘿嘿嘿 我前面酝酿的好好的 你给我来一个千禧歌 他们阻止不了我的决定了 好 那涛你会怎么选 那涛你会怎么选 嘿嘿嘿 哈哈哈哈 那涛哥你觉得呢 西文科留下来 你会选西文科留下来 你会选西文科留下来 清喜哥呢 我会选童童 你选童童 你选童童 童童留下来 韩队长是 你说鸭子他是一个非常全能的一个舞者 他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和 对舞蹈的一些 编排的构思啊等等 包括童童也是 他会给别人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对 就很难去抉择 那你的决定 我的决定来了 童童 我希望在以后的路 你可以越闯越坚强 谢文科 我希望你在这个舞台 继续的把你的创意 持续的散发出来 我留谢文科 大声告诉大家你的名字是 大家好 我是童童 最后我想最后一点点 就是 别 我以包朱婆的身份 我想清一个我们的周星石童童 其实我懂 我是想他为什么要选大哥留下来 每个团队都有一个领导的人 接下来 不能没有像亚哥这样的人 我猜不到你要干嘛 哈哈哈哈 哦吼 我有看到锅底有料哎 没有什么不开心的 其实就是感恩 我妈每天都提醒我 你要感谢所有人 让我认识的这么多 也是我 一个 很棒的这个经历 谢文科 我希望他能够在这个节目可以达到更好的那个磨练 然后更好的情形 不管谁留下都要带着这份心走到最后 拿到冠军 恭喜谢文科 晋级全国十二强 接下来 是第四组 来自西泡泡战队 有请主考核队长 黄梓涛 有请杨文豪和杨雅芹 加油